中芯FTT2光猫的下行2.5G光口 接一根光纤到交换机 那么你将获得多个2.5G网口 这样与2.5G网口连接交换机有什么不同呢 走光口的优势是 第一,布线灵活 可以使用隐形光纤 第二,传输距离更长 光纤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几十公里 第三,你还可以通过几块钱的分光器 直接分出多个光口 同时连接FTT2紫光猫 交换机或者其他的G胖光猫 目前我手上的G胖光猫都是千兆的 测试的意义不大 F7615 TV3带2.5G网口 但是它的光口是实际的,用不了 所以我就拿两个猫棒来测试 看看G7615作为OLT速度怎么样 电脑的网卡连接光猫的2.5G网口 然后用全球网测APP测速 看看光猫本身的外网速度能跑多少 速度顺利超过千兆 第一次下行1103 上行112 第二次下行1107 上行109 速度很稳,几乎没差别 接下来我把网线都插到交换机上 流量经过光猫的下行光口 到达猫棒 再到交换机 我们看看这样连接速度怎么样 第一次下行1085 上行109 延迟没区别,但是下行感觉少了一点 再次测速 第二次下行1067 上行107 比光猫网口的下行还是少了一些 等会我再测试一下它的最大速度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怎么设置的 进入猫棒后台 192.168.1.10 点击Gpump 互操作金融配置 将LOID设置为子网关的英文 Subgateway 字母G大写 下面的LOID密码填入10个0 默认的PVID填入小写字母U 然后保存重启即可 之后我们进入祖光猫的后台看一下 电信版的G7615 我的上行线路是XGpump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下行光口 点击用户测信息 再点用户测接口信息 可以看到它的光口显示已连接 速率是2500M 速度看上去没有瓶颈 不知道是不是猫棒的问题 我换一个ODI猫棒试试 诺基亚猫棒与华为猫棒的芯片相同 速度也一样 ODI这个是用的瑞誉芯片 RTL9601D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设置 进入后台首页 能看到设备型号和软件版本 我这个还没有设置 Pump状态显示O2 然后点击设定 同样将LOID设置为Subgateway 密码10个0 下面的这一项填入12345678 点击应用 然后进入VLAN设置 选择透传模式 应用 然后点击保存设定并重启 之后重新进入后台 看到ONU状态变成O5即可 我们测速看一下 第一次下行774 上行120 第二次还是7800 我估计协商速度不对 进入主光模后台 发现光口速率是2500M 一切正常 那就是SFP接口的问题了 我这台SE106P 是傻瓜交换机 不能指定速率 接下来我换上SE106PRO试试 这台是管理型交换机 可以把速度设置为固定的2.5G 接下来再跑一下测速 现在正常了 延迟也没有问题 第一次下行 1090 上行117 第二次下行 1097 上行123 速度还不错 我的宽带之前测速能跑到1200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手机直接连接 77625的WiFi再试试看 第一次下行1035 上行102 第二次下行1028 也不到1200 今天的外网极限速度跑不上去 下面我换一种方式 来测试下行光口的最大速度 我使用小主机的2.5G网口 直接连接光猫的2.5G网口 数据通过下行光口 到达猫棒 再到达交换机 这样就可以测出光路的最大速度了 我使用开源程序 Open Speed Test测速 下行超过了2400 最终到达2462 但是上行速度不太快 没超过千兆 最终是973 再测一次试试 下行2456 上行最终是975 两次的结果差别很小 把猫棒换成诺基亚 再试试看 第一次下行也是2400多 最终2460 上行超过了千兆 最终1223 第二次测速 下行看起来没区别 最终2465 上行速度也差不多 这个速度接近激胖的理论上限了 最终是1224 通过这两款猫棒 可以验证G7625的下行光口速度没有问题 可以达到基胖的理论值 两款猫棒的速度区别在上行 我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 还是锐域芯片的问题 导致ODI的上行没超过千兆 通过测试 我觉得FTTR是目前最经济的全光组网方案 中心G7625加上分光器 就可以连接绝大部分基胖光猫 它不仅仅能覆盖一个家庭 接上几十个光猫 甚至可以覆盖一栋楼 让你直接当上运营商 里面 sizin 可 TED 突然 试